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字首 contra 這一個字一開始擺上我們記憶救星是什麼 真論這個字 它形容詞的顯示是什麼 controversial 這個名詞的話這個比較少見 比較少用到這個名詞 那是什麼 controver 尾巴是什麼 sy結尾 我們可以看得到說 那它是由兩個字組成的 一個是什麼 前面的contro這個部分 它vrs這個部分 vrs字根的意思是什麼 turn就是轉的意思 比如說還有什麼 reverse inverse 這都是什麼 轉來轉去的意思 我們這個contro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解釋是什麼 against against turns為什麼是爭論呢 那這個感覺就好像是說 你對一件事情 那你的方向 比如說該不該做 應該還是不應該 那這個方向是不太一樣 那大家在互相爭論的時候就是什麼 大家用自己的想法例子 到處把這個 討論的這件事情的焦點 轉來轉去 所以就是說你跟我說A 我跟你說B 你跟我說K 我跟你說白 那互相反轉對方的意見 這就是什麼 真論的意思 OK 所以這個字你把它記起來了 那你就先把這個字走有一個概念 那我們再看一下就是說 它的字意很簡單就是 against 就是反對 那它的字變形有三種 那C-O-N-T-R-A是最基本的 T-R-O-L是什麼 Counter 那這三個是什麼 尾巴它稍微有一點變形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這一個和這一個差別只有A和O 所以它唸起來其實差不多 這就是母音互換 是吧 那Counter前面這邊也是母音的差別 那TRA和R T-R-O-T-E-R這個TRA 這個念起來差不多 所以 你知道可以就是在證明一件事情就是說 這些變形它不管變來變去 它其實就念音差不多而已 我們可以看到 spy是間諜 那前面加到counter 就變成什麼 反間諜的 那contrary 所以我們常常會講說 on the contrary 就是什麼 相反的 看到都有反的意思 那偽造的是什麼 F-E-I-T 這是F-I-C 那個開頭 就是說make的意思 所以against make 就是說一般正常製造出來的 它是什麼 against它 偽造就是偽操 比如說我們這邊的圖案是什麼 之前很久以前有一個 呆徒製造了一個200塊的美金的鈔票 可是其實美國從來沒有出過200塊 那還是他照樣去商店買了一個 1塊5的巧克力還什麼東西 然後店員找他198塊多 那這是什麼 就是一個偽操 那contract debt 這是什麼 否認 那DICT是什麼 speak的意思 against speak 那就是說我反對 說一些什麼東西跟你反對的話 那就是說 否認的矛盾的 好 今天分享就到這裡為止 謝謝大家